Hello 大家好 我是Suan 來到12月 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 都是一個很開心的狀態 因為就是聖誕節 通常都會很想幫家裡買多些新的家品 可能是一些聖誕裝飾 又或者你都需要找一些聖誕禮物 給身邊的親朋好友 這個時候無論是一些山褲鞋物 或者是一些家品小物類型的東西 總之你看到什麼都會很想買的 今天就跟大家介紹我身邊這裡 其實有乘車的生活家品 還有少少BB東西 自己做了媽媽之後 是特別喜歡走這些家品類型的店 其實買的時候 比買三褲鞋物更開心 如果你接下來都在找一些聖誕禮物 送給自己身邊的朋友 這條影片就適合你了 今天的所有產品都是來自 Pinkoyer這個台灣的設計師購物網站 之前也有看過我的影片 也知道我平時都在他們那裡買東西 上面主要是買一些 來自亞洲各類型不同的設計商品 又會有一些食物 手工禮品 以及會有很多不同設計師的品牌 在上面選擇禮物 就不會是一些平時都會看到的產品 都是一些比較特別一點 以及小眾一點的東西 選擇也非常之多 那就沒那麼容易跟別人撞了 他們也還有一個APP的 我介面都是很簡單易用的 而且他們的APP有些專屬的折扣 所以如果有興趣就記得下載我來看看 現在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Pinkoyer選了什麼 首先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無論是新居入伙禮物 還有聖誕禮物 生日禮物都很適合的香薰蠟燭 在Candle Company選了幾款蠟燭 還有一套聖誕禮物套裝 蜂蠟燭 他們全部都是100%的天然蜂蠟燭 而且這個聖誕套裝真的很適合送禮 有三種不同的味道 還有瓶身都很漂亮 很有節日氣氛 特別推介一下這個味道 非常清香的一個Jasmine 它應該還混合了其他清新的花香 聞到的時候會覺得淡淡的 但又很有高級感 而且很像你走過一些松林 突然間聞到一股很香的花香味的那種感覺 但真的不會太濃郁的 這個我自己覺得很喜歡 而且它的包裝也很漂亮 加上它有蓋子我覺得是很加分 另外就選了Scent Clinic兩款很特別的蠟燭 Stay Focused是咖啡的味道 第一次聞下去 你會聞到好像小時候吃咖啡糖的那種味道 或者好像你冬天喝一些Torvenate Latte 好像拖肥糖再混合了咖啡 還有它們這一款是大豆腊 再加一些香薰精油 重點是它們全香港手工製造 可以支持一下一些香港的本地小店 第二我想跟大家介紹的東西 是一些比較養生 好像我們這些年過三十的媽媽 或者你都著重養生 我覺得你都很需要選這個產品 就是這個台灣品牌的竹肉袋 我自己其實是由坐月開始有浸腳的這個習慣 因為坐月的時候大家有看我的Vlog 我也是有用一些來自台灣的浸肉包的 我發覺浸了之後真的覺得很舒服 特別一定會蓋到到小腿的位置 裡面有三款Total12包的漢方湯肉包 加熱水之後再加上這個湯肉包就可以了 是很難找到這個高度的盤 而且它也可以把它摺起來 完全不阻擋 加上它的材質也很厚實 不會很容易塌或漏水 它們這些浸肉包都是有一些很天然的草本香味 可以幫助你舒緩放鬆 加速血液循環 晚上睡覺之前浸完都會睡得好一點 同一個品牌裡面我還選了這些漢方茶包 不用擔心它完全沒有中藥味 它的成份都是一些天然的草本 例如我這個月氏這一款 它就加了益母草 薑 紅棗和杞子 另外好像這個極輕濕 就加了黑豆 二仁 伏寧和甘草 因為它大部分的茶包裡面都加了甘草 所以它是有點甜甜甘甘的味道 真的挺好喝 而且完全不難入口 暫時就試了它們的極輕濕 坐棉 明亮的這三款 全部都挺好喝的 每一包都可以洗到大概兩三次 除了剛剛的那些茶包 我還在Pinkoi 選了韓國這品牌的茶包 他們的茶包去喝 這款是粉狀的 剛才那些真的一包包 你會看到茶包袋裡面有些藥材 這個我選了溶枝西柚茶和床棉茶 床棉茶這款我還沒試 其實也是在睡覺之前喝 喝完之後就會令你舒緩 放鬆一點 然後個人就容易入睡一點 另外這個溶枝西柚茶 在韓國是拿了獎的 我看它好像很厲害 其實我都試了差不多一個星期了 我大概會每天喝兩三包 最大的感受就是喝下去 跟西柚茶的味道是一樣的 西柚綠茶和紅茶落神花 左船玉鑑這個成分 我覺得它是有些去水腫的成分 還有它真的好像可以增強到你的飽覆感 就沒有平時那麼容易肚餓 還有我現在盡量都不會喝一些有糖分的飲料 可能有時候口感覺得淡 喝一下這些不同的味道 無論是茶包或是去水腫的茶 我覺得都不錯 暫時因為我只是喝了不夠一個星期 就不會有些很驚人的效果告訴大家 到如果真的覺得有效果 我會再在IG story分享 另外它們其實還有一些小型電器 我選了來自台灣品牌的 Renny de Poo系列的無線充電 還有藍牙耳機 還有一個Minion的藍牙耳機 這款冬甩型的超級可愛 還有充電的時候它可以橫擺一部電話機 你就可以一邊看一邊充電 另外這個藍牙耳機也很有趣 音質真的不差 還有它的麥克風和電話收音也不錯 現在小朋友是多常用iPad或手機 還有它這麼精緻的價錢也不算很貴 聖誕節外來送禮物給一些大人 或者是長大的小朋友 我都覺得是很適合的 其實它們這個平台真的衣食住 各樣都很齊全 在一些家品方面我選了兩樣東西 都是一些木製品 第一樣是來自台灣木匠兄弟的大樹芝蜜盆 這個可以掛一些零食物 戒指、鎖匙、眼鏡、香水仔 總之你常用的東西都可以放在那裡 接著就是那張小紅椅 這個是豬仔自己有份選的 這個也很有趣 可以給他DIY自己幫忙 如果長大一點的小朋友 你簡直可以教他自己做都可以 現在每天都會當那張是他自己的私家椅 然後我這個重量鏡坐在上面 然後我這個重量鏡坐在上面 我看他的承載力都可以 接著還選了一張超級可愛的貓貓地毯 看到你這裡的朋友你們有福了 因為這張地毯不是開玩笑 我自己有買過地毯 都沒有遇過這麼厚實 還有印象這麼漂亮的地毯 重點是他們可以有客製化的圖案 我是選了他們原本的圖案 收到已經覺得很驚訝很漂亮 那六隻貓貓都很可愛 更何況如果你是貓奴的朋友 或者你有養草物 無論是貓舊 你也可以提供你想做的一些造型產品 和他去諮詢一下 他也可以客製化去做一張屬於你獨一模二的地毯 就像我們一樣有養草物的都可以自己入手買獎 重點是它真的軟自治和防線都很重要 我放在廁所外面真的非常適合用 接下來有朋友新居入伙 或者聖誕節你不知道送什麼給朋友 又知道他有養草物的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最後一件事 除了選了將DIY的椅子給朱仔自己睡覺 和自己坐之外 我也選了一件事給妹妹 就是一個來自意大利的品牌 他們出的一些嬰幼兒的餐椅 這個是便攜式極度方便 我也是之前去幫一些公司做直播的時候 才能認識這張椅子 我看到那時候就覺得 哇 真是可以摺到這麼小 雖然他現在這一刻還沒用 要到六個月才可以開始用 但是我也可以買定 因為都差不多有機會 要帶他出去吃飯 又或者去公公婆婆家 那帶這張椅子出去就很方便 因為他都可以配合到他任何一張椅子 如果你平時都很頭痛 不知道送什麼給有嬰兒的家 我覺得這張椅子也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雖然他做不到Pinkoyer的節日優惠 但我都跟品牌爭取過 現在買的都可以有九折 最後當然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現在做一個超級低的優惠 在這條片裡面介紹的所有品牌 都會做全館八折 另外如果你獨立在某一間店裡 買滿350元 都會即時享有免運費 同時都會有很多很多很大量的產品 在做折扣和免運費的優惠 如果你對我以上介紹的任何產品有興趣 現在還有一個額外優惠 就是你買滿350元 輸入我的Promo Code Suen1 還可以額外獲得35元的優惠 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他們承諾五個工作天內發貨 如果你趕時間送禮物 或者要夾一夾聖誕的期 就會更加方便 多謝大家收看這條片 如果喜歡這條片 就記得給我按讚我 還有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記得按下小鈴鐺 我下次出片就收第一時間的通知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